有助于睡眠的方法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曹鸿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主要还是一些自己的调节 首先要跟大家强调一个 就是睡前一定不要看手机 或者平板这些电子产品 很多人喜欢靠手机 或刷手机来助睡眠 其实现在有权威的研究表明 手机或者电子产品 发出来的这种蓝光 会影响我们脑内的脱黑素 脱黑素是对我们的睡眠节律 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角度地址 所以高度建议大家睡前 不要看这种电子产品 那么真的需要阅读一些东西的话 建议大家用一些纸质版的书籍杂志 可能对睡眠的辅助会更好一些 保证一个正常的生物中节律 也就是我们不要熬夜 不要睡懒觉 那么我们正常的这种生物中节律 形成以后 体内也会产生一种 随着我们生物中而波动的 这样一个生物节律 所以也会有助于我们睡眠的 第三个 睡觉前可以有一些放松的音乐 可以听一些 但如果大家喜欢做一些瑜伽 做一些冥想 或者做一些放松的这种拉伸 可能对睡眠都会有所帮助